你慢用 谢谢 这是你刚做的 对呀 你这么忙 还有时间做饭啊 我一个人做饭的时候 就是我独自思考的时候 那就谢谢了 谢谢 你不觉得 做饭跟做项目 是一样的吗 先是了解对方的口味 然后呢 就准备食材 清洗下刀入锅 再端上桌啊 等客人评价 每一个步骤 都容不得半点闪失 对啊 就像男人跟女人谈恋爱 少了一个步骤 都解不了功 我听胡总说 你说你跟段序在一起了 你不会是因为这个 才拒绝我们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们结婚的话 我一定送上一份大礼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纯属是个人观点的讨论 没有别的意思 好啊 你说 如果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们很相爱 但是个男人呢 却怎么都不肯结婚呢 这是为什么 如果两人很相爱 男的不想结婚 可能是因为那个男的 有所顾忌吧 有所顾忌 嗯 比如呢 比如说那个男的 他没什么自信 他会觉得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怎么给他另外一半 带来幸福呢 戴希希 我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不是让你迎难而上 你也看了我们这家庭 就这条件 我们怎么才能结婚啊 爱和结婚是两码事 是一码事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就会为我着想的 能不能 不逼我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娶我 别跟我在这儿瞎猜了 还不如你们俩正儿八经 谈一次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完全可以像 你跟我一样 从一开始 就是好 谁说是我了 是你不要瞎猜 我可没说是我 尝尝 喝不喝你的口味 谢谢 胜败在此一举了 朋友们 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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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把它挤在无名纸上 然后轻轻地晕筷 点在眼睛周围 她推荐护肤影特别好 很多人都被中草 不就是电视购物吗 那可不一样 我之前看过一个 带货网红的专访 他们对合作客户要求 都特别高 生怕因为卖东西不够好 而达了他们自己招牌 所以你看这些流量 特别高的人 都一直靠口碑积攒出来 你要买什么 他们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特长 我没有要买东西 我就是想选人 给我做宣传 卖职能客房啊 他现在没在播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 他以前的视频 他是专门推荐 世界各地的网红酒店 和各种奢侈品 你平时都在关注些什么 你确定这是一个 正经的直播吗 当然是正经直播了 我跟他学了不少知识呢 什么知识啊 别看了 我还得回酒店上班呢 走吧 不过我觉得 就凭你这个身材的话 要是开直播 粉丝肯定为他多 好 男人有的时候需要台阶下 真我遇到了 给他个机会 显得我们高端大气不丢人 当然了 如果你没考虑好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我可以带你走 我们去私奔 嘴上不正经这样 真随我 都是哥们嘛 臭伪相通太正常了 你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要真没遇到他的话 我带你去蹦地 我可蹦不动了 我自己去 你赶紧找个姑娘 接受一下 你身上的浪漫因子 走 我没想到你 我可以带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你自己去 你现在的浪漫因子 我带你去 你自己去 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你去 我带你去 你就走 我带你去 你去 你去 我带你去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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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就发红包了 我算了一下 从影瞳到这儿 差不多这个价钱 不能让你白心空 好 再见 搜got 拜托 大自然 在给办公刚 她不得了 她在搜导 四千人 你怎么来了 哈喽 各位小仙女们 今天呢给你们安了一根项链 就是这款项链 非常地美的 哪有那么宽敞 你把我八千多克 十块落实机的水晶 这呢性价比特别地高 最近非常良心欧美风 就这么搭的 而且我们呢 今天的价格 非常非常地实惠 那这款墨镜呢 它就一点都不会 遮住我们的眼妆 会让我们的眼妆看起来 依然还是很清晰 这款墨镜呢 就是一个 不必美的拍照人机 你说 除了结婚 除了结婚以外 你还有什么人生秘密 没有告诉我 没有秘密了 你别喝喝 给我 给我 好 下一个问题 别有 再下一个 我喝 我问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真的 真的 找不及谁啊 我 我帮 我组的坦白剧 我问当然得我喝 我帮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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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那点小酒量 没等我回答完问题 你都喝多了 你听不听答案了 我帮你喝 你问 你问 我看 问吧 段学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 无法让人产生冲动 和欲望的人 谁说的 不是这个 不是说这个 他们跟我说 结婚是需要冲动的 你说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 为我冲动啊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冲动一下呢 你什么意思啊 说到结婚了 让你醒酒了是吗 不是 这 我真的想不明白啊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 没房 没存款 就有一个小破二组车 还有一对不省心的父母 我每天 工作忙得跟狗一样 你看看这发起线 逐年都在上手 你图什么呀 你都说了 你什么都没有 我当然只是图你了 我也不好 我 你看啊 我这个人呢 连跟你结婚的勇气都没有 我就是一个渣男 你不是渣男 不是 我不准这么说你自己 大学 我都想好了 我不要房子了 我不办婚礼了 我也不去图蜜月了 我连钻接我都不要了 我告诉你 现在结婚 连注册的九块钱都不用了 我问你 我今天倒是要听听看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娶我 说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娶我 我害怕 我没有这条件 所以我害怕 不敢结婚 除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 不要怕 段序 不要害怕 我会对你好的 你不要怕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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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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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 段旭 你醒了 正好过去吃饭 你怎么回事啊 你就这样 把我脏兮兮扔床上啊 早也不洗衣服也不脱 臉后再洗一下吧 睡了个难受死 那你得让我动你才行啊 我刚想给你脱袜子 你差点没脚踹我脸上 我怎么动 我不敢 但是啊 我把你那手 擦得格外干净 你看看 擦手干净又是 嗯 你想通了 算是想通一半吧 我觉得啊 我还要再努力努力 争取把这个戒指 从中指 挪到无名指 我告诉乱亲 昨天晚上酒坏是白喝的 怎么能说白喝了呢 我好歹也是跨出了一大步 带一些 你也稍微松动松动你的立场 嗯 好嘛 好嘛 那就先订婚 嗯 那 我可以发个公元圈子 你看 你结婚就是要满足你的使用心 不是 不是 好消息要大线婚下 吃个药 给我 写什么文案呢 先吃饭 吃什么饭呢 跟乔乔说 这两个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嗯 嗯 哎呦 看到我这观众急死了 你看 可不可以称之 什么意思 不给吃的 我想着带你出去吃 总吃我做的早晚都得烦 你能找到比你做的 更好吃的地儿吗 这是在夸我 你 偶尔回姐妹那儿聚一聚 我完全赞成 但是别太频繁了 毕竟你现在有了我了 别让人觉着 咱们俩夫妻生活不协调 我处理问题的方式 不对 谢谢你能给我个台阶下 毕竟我是第一次结婚嘛 往后 多多指教 不是 你等会儿 谁不是第一次结婚的 你别着急换衣服 来 来 来 咱俩把话说清楚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 你这又是跟 谁接的车呀 不是 我活得有那么不堪吗 我自己买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自从坐过沈岛的车之后 订的 昨天上的盘 你不是很讨厌开车吗 谁让我有一个 爱乱坐别人车的媳妇呢 从今往后 不管何时何地 由她送你回家 辛苦了师傅 谢谢啊 师傅 谢谢啊 师傅 来 来 好 真可以请来了 欢迎光临 今天也要加油 莫莫 欢迎你 这边请 莫莫 这是那个超级带货王 人气主播莫莫 这个活的人 你还认不出来吗 莫莫现在啊 可是最炙手可热的 带货女王 我们的直播 不受任何宣传 导向的干扰 只会按照当时的 实际情况 和莫莫的自身体验来说 这个没问题 我们就是希望 听到您最真实的反馈 没有任何的 预设的虚假操作 对于直播的内容呢 你们没有任何的版权 更不能再用于 其他的商业目的 除非提前 跟我们签议协议 还有 直播之后的视频呢 我们会进行剪接 剪接之后 会放到视频专区里 至于我们怎么剪 你们也无权购问 但是 需要经过我们的审核 才能发布 这个你们放心 我们是绝对不会做出 对你们酒店 任何不利的引导 完全按照实际情况来 如果你们实在有什么争议 我们再另行商店 把这一条交到合同里 好 贵方还有什么需求呢 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注意的事项呢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就是 从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二点 默默在房间里 发出的所有指令 智能设备都会进行 采集和记录 所以呢 希望你们在这个时间段 不要擅自关闭 连续对话模式 好 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 合同会在半个小时后 发到贵方的邮箱 如果你们看了 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希望咱们可以 尽快签署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走了 哎呦 默默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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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赶紧起来 不好意思 小朋友了 有点紧张 我们走吧 默默姐 好大的一股杀气啊 竖起你的好奇心 我看了双子海豚的样稿 和故事禅述 觉得画风过于幼稚 不太适合你带回来培养 我这边选了一个团队内的新人 等你回来 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他的作品 是否可以作为公司标出的下一本书 我觉得画风可以精进 但天赋和讲故事的能力更重要 我想把他先招邀公司做助理 只要给了一两年的时间 就一定能成长起来 还请您多多考虑 让他再招邀公司 怎么办 也不是 要是不理由 对 他能模仿你的画风 你不知道吗 我当初就是被他这么骗的 以后再也不可能了 在我的漫畫裡 除了有一個 一直穿著 口紅T恤的小孩之外 在第一章的末尾的 最後一幅畫裡 一定會出現 二三這個數字 到目前為止 沒人知道 也沒人發現 這是我女兒的生日 二月三號 所以現在除了我之外 你也知道我這個想法 那 你送我的那個漫畫裡 你也 自己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房間退好了嗎 我也延了一個星期 過那時間我還要再回來 你先在這住著 下次我們一起回日本 照顧這次 我可以給李美過個生日 東西我都幫你收拾好了 一會兒 我送你去機場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我去她衛生間 哦 你又要칠了 是我 長都給你 我今天要先回來 我去問妳 我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得没错吧 乔乔姐 看直播是会被洗脑的吧 丁蕴桥 你这么理智的人 也快被他们洗脑了 这什么东西啊 马桶啊 泡脚的 我保证你一辈子都不会用这玩意儿 哎 为什么不用啊 这个很好的我跟你说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对备孕特别好 备孕 你又要备孕 什么叫备啊 备孕 备孕 重点就在备子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一次 我真的能意外中奖的话 丁蕴就没有理由拖着我了 不一定哦 也有可能成单亲妈妈哦 呸呸呸呸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的嘛 嗯 嗯 呃 这是什么 我 你 你这一会儿要吃吗 嗯 那个不能吃 那个是 堵珍珠用的 堵什么 啊 就是那个 主播在棒盒上面写上编号 我们大家一起猜 哪个里面呢 会有大珍珠 嗯 多你 太无聊了耶 我也看过 不过这种东西 你看看就好了 买回来干嘛 不 你不觉得 他把珍珠挤出来的过程 特别疗愈吗 嗯 我就想说 买一个试试呗 谁呀 这么欺而不舍得 接一下呀 啊 可能是骚扰电话吧 哎 不用理他 骚扰 来来来 交给我 我来处理 嗯 接一下嘛 喂 喂 晓杨 是我 有个叫齐悦的 在店里偷了东西 说让你来熟他 你认识吗 你不认识的话 我报警了啊 你先别报警 那你过来嘛 我 我 谁呢 谁呢 哪儿呢 老板我是 非晓杨的姐姐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一会儿 给您一个答复 您看可以吗 好 抱歉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求求你救救我 我在门口等你 啊 你怎么不去找杜珈牧啊 觉得我好欺负是吗 杜珈牧 回日本了 你不是说他要带你一起回去吗 被抛弃了 行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别扭不想理我 但是我一出事你就来救我了 说明你还是在乎我的对不对 晓杨 谁说你 走啊 行走啊 行走啊 实际呢 确实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杨不然你先吃点东西 再接着打 他一直没有没关机 说不定就是在忙 我再多打几遍 我觉得他把你拉黑了 用我的试试吧 没有意义的 小杨 如果杜家木就是不想见你 你换任何一个电话打给他 都没有用的 不会的 别利科夫不会这么对我 杜家木也不会 都现在这样了 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他不是漫画家吗 我们找媒体曝光他 现在只是齐悦 那个小丫头的一面之词 他不是什么善茬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谁相信我们 就算是有人信了 万一最后是个乌龙 小杨 那你就太尴尬了 小杨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是齐悦嫉妒你跟杜家木的关系 来挑拨呢 应该不会 齐悦都又去偷东西了 这如果只是为了挑拨 我跟杜家木的关系 代价也太大了吧 我想了想 如果杜家木 真要剽窃小杨的作品 那必须得经过 他签的公司出版 虽然我们找不到他 但我们可以去他的经纪公司 打听一下消息 嗯 那就这样 你赶紧把饭吃了 我带你去他的经纪公司 把情况问清楚好吗 他经纪公司在日本 那就打电话过去 你有他经纪公司电话吗 有 发给我 好 你说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怎么市场部 连一个出来接待的人都没有啊 市场部说了 让所有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要那么刻意 保持日常水准就可以 你画得那么夸张干什么呀 一会儿默默走的是 自助查询通道 不走咱们这里啊 万一直播带到了呢 这可是几百万人 同时在相观看的呢 你看 来了来了 你好 宝宝们 现在呢 我已经到这个酒店大堂了 快看 接下来呢 你们将会看到我 二次小时首次真人秀机片的 不间断直播 那我在客房里的一举一动呢 你们都会看到 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看好的干什么呢 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评论互动 好 现在我要先办理个入住啊 只要呢 我们在这个自助办里的机器前 想象我们的身份证 先把号研研研研 那你们猜接下来 又会有一个非常帅气的 可以小朋友拿起来呢 你看看你 看看 我给你先问你这个表情 你看 到底是选桥桥呢 还是莎莎呢 这是跟她调话的 没有什么 我问你干嘛 我快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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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赶紧期待一下吧 那现在我进房间了 不在书 在书上去的一个房间 你看 这是一个小问题 看一下我们的主客厅 你看 他们给我们准备了 是一个浆浆房 我在这儿呢 还可以看到外摊 你看 新年房 我给你们准备了 这 让我们看一下 我的管家小姨在不在 小姨 小姨 你在吗 在呢 主人 是让我为您做些什么呢 我现在觉得有点累 可以帮我做点什么吗 小姨马上为您 在浴缸里 抱好热水 可以帮您点好下午茶 然后帮您 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一百万了 一百万 现在热色上有咱们的话题了 现在这个讨论区的反响 也很热烈啊 很多都是期待体验入住的 我女神就是我女神 不服都不行啊 你看这条纲 还在这儿 太迷茫了 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入住体验 还是挺好的 什么 价格什么 价格新造比还是特别高的 嗯 还要一分钟 还要一分钟呢 就要进入中场休息了 谢谢宝贝们的礼物啊 那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呢 我就跟小姨 跟你们一起表演节目 好不好呀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拜拜 谁啊 莫莫莫姐 是我 你来干吗 莫莫姐 我怕你晚上饿了 给你送点零食 进来喽 你放好就可以走了 你带烟了没 带了 莫莫姐 在哪儿抽啊 棋手间 这不是不让抽吗 我开拍风不就行了吗 你帮我把这个破晓液给我关了 我弄不明白 这不是不能关的吗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你听我的不就行了吗 我到时候就说 我不小心碰到了 记得告诉我怎么打开啊 莫莫姐 我说你跟谁说话呢 你在哪儿啊 没跟你说话 我在你和他做直播呢 我问你 你上次给我叫的那个男人 他是个什么男人 他都得根本就没钱 帅都够了呗 要有钱 少要来这套 行就行 下回给你家什么有钱的 文乎双全的 下个今天就叫他有钱 有货的好吗 行就行 我给你这儿个又帅 有钱的 真挺热的 瞧瞧房间该抢手了 来 下点水果 大小姐 你们快回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还真把我当老妈子使花了 是吧 吃饱了就干人 我歇会儿 原则法式香煎鸡蛋卷呢 最重要的两个部份是 时间和火候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的时间是多少呢 六十五秒 这个厨师可比姐夫差多了 姐夫 肉麻死我 我收了人家改口费 可不得叫姐夫 不许偷偷拿他的钱 听见了吗 缺什么 你告诉我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 都可能会遇到一些 不愿意的事情 不说是不是这种 被人误会 那也可能是遭遇到了 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那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天之后 回到家 如果你愿意自己动手 做一道热乎乎的美食 那是非常解压的 我以前就经常这么做 今天我们的主厨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可选菜式 听你刚才这么说 你在职场也受过委屈 当然呀 我也做过新人 他都是这么过来的吧 不过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一些很宝贵的人生体验 宝贵 来 再尝尝 这个米娅也够会说话的 电话 喂 小阳 你还好吗 那个 独家部 他有联系你吗 没有 你要不要我过来陪你呢 齐悦 就算我那天去漫画书店救了你 也不能够说明我已经原谅你了 晓阳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那样做是有原因的呀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是换作同样的情况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那么对你的 我们两个之间 不仅仅只有杜家梦 这个关联 当初是因为你 我才开始画漫画的 但是现在也是因为你 但是现在也是因为你 让我成功地不再喜欢杜家梦 不再喜欢漫画 我们两个已经不是朋友了 所以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